炒牛肉时切记不要放盐和料酒腌制 今天教你一招 炒出来的牛肉不老不柴 像豆腐一样嫩 而且非常的好吃下饭 先把牛肉切成薄片之后备用 准备拌碗清水 往里面加入葱姜 用手抓捏出葱姜水 以500克牛肉为例 放入20克的葱姜水 这里记住很重要的一点 腌牛肉切记不要放料酒 用葱姜水代替料酒 做出来的牛肉才会鲜嫩没有腥味 每天都在废秦旺识 偶心里学的胶作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试着一个方向抓拌 让牛肉彻底的吸收水分 接着再加入少许的白糖 白糖可以软化牛肉的纤维组织 使牛肉吃起的更嫩 腌牛肉切记也不要放盐 放盐腌出来的牛肉吃的会很柴 接着再加入少许的黑胡椒粉 再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锁住牛肉的水分 这样浆出来的牛肉吃的口感会更嫩 装拌均匀之后备用 然后再切点青红椒备用 起锅烧油下入牛肉迅速滑散 牛肉变色之后出锅备用 起锅烧油放入大蒜炒香 放入青红椒稍微翻炒下 然后再放入牛肉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香味小炒料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炒猪肉牛肉羊肉都可以 做小炒牛肉 辣椒炒肉肉馍茄子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接着继续大火翻炒 炒熟后再撒上一点蒜苗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炒的牛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